量载 学会这7颗抬球小技巧 再也不用铺抬费 技巧1 大角度贴裤球 直接击打很难找到进球点 带口在左侧加左赛 会增加进球点的容错率 如果直接打到进球点 能进 如果先碰到裤边 裤边会凹陷进去 再通过旋转撞击到进球点 也能打进 非常好用 技巧2 可以贴裤球 一局球中 当有贴裤球位于裤边中间 靠中带位置时 如果旁边有球能进底带 应该要尽快将白球调整到适合角度 用中低杆打进这个球的同时 将贴裤球K离裤边 这就是你与高手的思路差别 技巧3 贴裤翻带 测量目标球中心点 与对面裤边垂直 然后对称延伸到目标球带口位置 从这个点朝目标球中心延伸 目标球表面的点就是瞄准点 中杆中立 对着瞄准点打就可以了 技巧4 短距离贴裤球 很多量载还是分不清贴裤球怎么加赛 可以参考以下方法 带口在你第一视角左边就加左赛 带口在你第一视角右边就加右赛 技巧5 直角贴裤球 遇到直角贴裤球时 先用中杆垂直描向裤边 保持手架不动 带口在右侧就将杆头向右转动 带口在左侧就将杆头向左转动 但是视线还是要停留在中杆的瞄几点上 技巧6 双贴裤球 白球和目标球同时贴裤 新手由于出杆不直 很难打进 此时只需要将杆头移动到裤边方向的点位 加点赛就能将球打进 技巧7 自由球打贴裤球 直接放在后面容易失误 可以放在目标球后留一毫米左右的距离 然后往75度击打 可以轻松打进 下课